说到这儿真想给这个罗老老师 出一个小小的难题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跳菜舞 对吧 有唱的 有跳的 还有各种乐器 对 没错 这个人很多 看着很热闹 但是罗老老师 既然您是这个领军人物 您能不能一个人 把这些个连唱带跳 带乐器 带打击乐 都给我们表现出来 行 我们一族的这些同胞们 因为我从小就在那个会位当中长大 就是不用刻意地去学 就是从小就听着 熏陶出来的 听着就会了 就会了 就是说耳朵都有近期牢记的那个意思 耳朵木染的 对 所以说你从小就个个都会吹 会唱 会跳 都行 对 那这样吧 这个罗老老师 您今天能不能先给我来一个 一人单身四样的咱们这个跳菜舞 好不好 可以啊 我拿一个要乐器 乐器啊 好 我拿乐器 我这个乐器 这个乐器您先告诉我们 这叫什么名字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笙啊 鱼啊 是不是有点像 我们的这个乐器叫卢笙 卢笙 卢笙 那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装饰的作用还是 对 它是鸡毛 熊鸡嘛 我们那不是有喜欢那个就是斗鸡嘛 就是这个的开始叫那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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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说这个舞蹈 它根本不需要我们说开始 这是随性而发 对 那刚刚这个乐器 我们这舞蹈都看了 对吧 罗老师 您这歌声我们还没听到呢 就是刚才唱的 唱的那个就是这 那你们好啊 那你可 那你好在 在那里 死在我身上 那你们有酒 那你醉 那你又泡 那你水 死在我身上 我刚才在大屏幕后面 我听了这一段演唱 我本来以为后面那个高腔 是女生 是女孩唱的 对 我也觉得是 这这音高太高 这您怎么练出来 这 这音高 你有 我有这天的 我这是 别人踩我脚是我练出来的 这样 罗老师 刚刚这个歌词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唱的什么意思 我就是说 哪里好啊 我哪里去 哪里好啊 哪里去 哪里好在 在哪里 很直爽 很直爽 对 还有 哪里有酒 哪里醉 哪里有铺 哪里睡 来 李定 先跟我们来学一个 哪里有铺 哪里睡 确实有点累 一会 开始 哪里没有酒 哪里醉 哪里有铺 哪里睡 尸在我身上 能肌没多大 起样子这本 如果不eras 对 再这样 罗老师 我 我 您让 您一句一句叫他 太多他学不会 我刚才是太长了 那一句一个 那里面有酒那里醉 那里 你这调门矮一点 那里面有酒那里醉 那里面有酒那里醉 这已经喝了二两了 我有点唱不上去 我站桌上唱个试试 你干嘛也不行 华瑟老师呢 外地的游客 到咱们的寨子里 如果去游玩的话 会不会也跟咱们学习 有兴趣的 会啊 他们就是跟我们 就是像兄弟姐妹一样 他们就像回到家里面一样 会跟我们融入到一块 也就是说他们也开始 拿着这个空手 就在那里跳啊 就是这样 回着桌子 我们就是上菜 他们就赶快拿过来 以后端到菜 他们也在那里 就是这样 这种互动真的太想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看 真的是非常有感染力 一下就让大家都 愿意学这样的一个 跳菜舞啊 没错